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吕欣老师应该说他最近一段上场并不是很多 但是最近可能广东队的整体成绩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所以吕欣老师又再次批划上阵 然后洪峰呢 洪峰也是跳马 对 黄州风是来自浙江绍兴的 对 他是绍兴人 跟我国著名作家鲁迅是一个地方 是 那个地方反正旧社会那种感觉出的失业好像比较多 就是当那个军事的参谋的人比较多 那个绍兴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城市 那洪峰呢 他本身也在这个南开大学读完书了 对 他也是一个那个少年成名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洗手 洪峰呢 其一特点呢 也是比较稳健 稳战稳打 对 有人送过了他一个外号 好 泡八瓶九 我们接着往下摆 马二进三 就是形成了这种对兵局 这种场景的这种具有型大 对 出局 局一平二 马二进一 就是这种棋呢 就是双方就是一个三手战了 他那个也没有什么那种大的战场 这个洪峰呢 看来是想跟吕老师叫了一下这种散手战 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布局的思路选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吕欣老师啊 就喜欢这样的起 他你没看这个吕欣 他自己先是就老起个马 但是就是张老师在我的意想里 吕欣老师不是说快马飞刀吗 这是他那种攻杀机会很犀利 所以要选择这种相对于平稳的这么一些布局 这个吕欣呢 他是反应很机敏 这个就说的他攻杀的犀利方面呢 确实也不错 对啊 但是他更加擅长呢 是这种局面当中啊 看起来又有棋 看起来又没棋 然后两个人这种垃圾战 他这个棋呢 还是比较擅长 当然说黄露峰呢 他也尽可能要发挥自己的这个风格 刚才我们说那个 他有一个雅号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这个他是 看来你对男子这个棋手还不是很熟悉 对 黄露峰啊 在有一年限打当中啊 嗯 他是连续合了22盘起 哦就是一共总共有22轮 对 因为那个 12轮都合了 原来下打联赛 主要是12个队嘛 双冰环 各下11场嘛 那他是很厉害啊 对 就像湖北的李雪松大师一样 所以李雪松呢 李雪松的外号叫铁布神 对啊 啊 然后呢 这个那年黄露峰的表现呢 比铁布神还出色 好 所以大家就管他叫新铁布神 哦 这样 这个铁布神的这个棋 这个风格呢 传给他了 对 所以说这个黄露峰的棋呢 他是很稳大 嗯 但是呢 他跟李雪松呢 又不太一样 他有的时候还是想求一些变化 还是稳定求生 更想呢 这个寻找一些变化 对 当然李雪松棋也很扎实 也是很不错 来自湖北的选手 那这个棋 红露峰就跳边马 这个也是最近呢 走的比较多的 对 比较流行的 那就是说这个 在那个 追求会当中 啊 这个这个招法的 时不长的就出现一下 对 反正李雪松呢 他也是见招拆招 他对这些棋呢 他应该很熟悉 他是先走了 他走了一个聚酒精一 聚酒精一 对 也是不错 然后红露峰 红露峰上三级舞 先飞了一下 对 红露峰呢 这个 红露峰下这个棋 他就先拘担一 我看他好像联赛 好像也 也是下过一盘 飞三向的什么一个棋 然后他向三进舞 他在向七进舞 他马上下这个阵型 对 然后这个向三进舞呢 也有人 这个下过类似的这种棋 对 然后黑方呢 就来一个 足球精一 足球精一 对 当这个棋 当时我看联赛的时候 我看到红智老师 他走过一盘 现在走炮尔平四的这么一个棋 他当时是跟 摇洪心下的一盘这样棋 炮尔平四 黑方也是足有建议 重兵过河 就是说 这盘棋是走炮尔平三 就是他俩有什么一个 很明显的区别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炮尔平三呢 是直接对准他 这个七路线 那实在当中 红智老师也炮尔平三 就是说 如果你飞向的话 他可以平三级 你再把自己扒 他再鼓 对 他将来还有G8进舞 就是迫使你这个高向 是不是炮尔平三 对 而且他G1平二 还有出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等于是 红智老师炮尔平三呢 显得也比较积极 对 当然炮尔平四呢 这个呢 也有他的好处 就是说锋芒的比较内裂 对 是准备G1平二 要争取这个先手 对 出实战来看 他炮尔平三 还是有一定的思路 一定想法 是可以的 对 也没有什么 这个大的问题 对 黑方过阻 这个棋子就是黑方呢 常理来讲 也可以把七进八 对 但是吕老师呢 反正他也 应该说现在 他的七谱也不熟 他就愿意呢 索性就跟你啊 这个离谱 对 离开这个 你准备的这手套 我觉得这盘旗 真的能看出 吕老师 他这个孕子的功力 非常深厚 当然了 这个好来 黄中风还是占了先手了 对 他局一平二 黑方是平边炮 红方呢 从大局去着眼 这个也是对的 他呢 就说让你这个编族过来 但是他取得呢 对你这个阵地的这种 威慑 也是可以的 对 目前来看 尽管黑方有一个族过河 也是红方把他放过来 但是红方这整体的格局呢 还是不错 因为黑方毕竟这个阵型啊 虽然过了一个编族 但是这个阵型呢 还有一点弱点 对 黑方这个还要调整一下 自己这个主要这个七路键 还是受一定的压力啊 对 这个吕勋老师这也很健谈 有的时候我们就那个聊天 有的时候这个碰到了吧 有时候特别有些比赛的闲暇的时候 许云川呢 吕勋呢 反正我们这三五人 有的时候就凑在一起 聊聊 后来我们就说原来吕勋啊 叫杨诚少帅 是 然后这个杨国林呢 那个老先生在健在的时候呢 叫杨诚老帅 他都是从广东出来 因为这个所谓阳城呢 这个武阳城大家都知道 这个广州呢 就是号称啊 阳城 他也号称象棋城 因为他这个象棋的氛围特别好 那个五阳碑啊 全国冠军赛呢 一下连续举办了三十年 三十年 然后也创造了这个万人空巷 有几万亲民聚在这个广州市这个中心 这个文化公园的这种盛况 当然那个时代可能是 现在不容易再回到那个时代 是 因为那个时代可能这个大家娱乐的 这个项目的少 现在呢 又有大片 又有上网 现在更忙碌一些 就各种各样的 无论是这个文的 还是这个舞的 是静的 还是动的 是线上的 还是线下的 现在玩的东西比较多了 但那个时候呢 确实呢 这个象棋啊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呢 更是我们生活当中呢 这个老百姓更加喜乐乐见的一个 生活的这个项目 因为呢 那个时候呢 所谓的阳城呢 这个很著名 他从解放以前呀 他就 那个旗风就非常盛 对 然后后来呢 我们跟吕欣老师这个聊 后来就有一个高人说了 他说现在也不能叫少帅了 叫少帅太小了 对 老帅呢 还没那么老 叫什么 叫阳城大帅 这样 对 就比较恰当 吕欣老师 对 他说这个叫的比较高 是 然后这个棋呢 但是阳城大帅呢 这个棋行呢 走得确实一半 对 这个棋 他 他就实战能力强 对 他总会补一手棋 那天吕欣老师 特别谦虚的跟我说 嗯 他说张强 你这个理论 我真比不上你 但是我的实战能力 还是不错的 我说李吕欣老师 我说你实战能力太强了 对 我说你 确实身经百战啊 真是 吕欣真是 实战能力很强 当然说人家理论也不见得 就是说他可能系统的东西 可能要不是那么鲜明 但是人家这个对棋的那种感觉 认识还是不错的 对 然后这盘棋 尤其能表现出来 对 它这个孕子的功率 非常的 是 它这种建筑车烧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方这个象也不能不补 对 就补一个象 但是这个棋形呢 它还是有一点别扭 是 虹方 冲钉 一股 黑方也只能先接受 对 也只能接受 这种红帮 我觉得下的挺好的 对 这个呢 你要正常思维去吃吧 倒没什么棋 对 这黄中峰呢 确实呢 也有他的这个想法 对 让黑方这七路线 他挺难受 那他也只能上了 他只能跳马 不上也没位 然后他 他一桌 他这个马正好没位 你要鞠腿平六吧 别在自己的相眼 对 那黑方这个马吧 很无奈 很委屈的就回来了 但是这个旅行老师 他就很擅长这种气 就说看着很难受 但是呢 他能忍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多次去广州 去广东 广东人呀 还是比较吃苦耐劳的 比较实干 这样 所以广东人的旗风呢 应该说给人的印象呢 就是朴实无华 很实在 他呢 不是很注重这个阵型 很优美 很漂亮 比如说上海 对 还有这个河北 他那个旗行都走得很漂亮 洪荣华为代表 李来勋为代表 他们那个旗 更注重阵型 很注重这个完美 结构搭配 一看这个旗 怎么这么走呢 我觉得黑方这个走太不理想 对 其实洪荒呢 这个旗确实也占优 但是这个旗他也不好啃 对 这个 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 他应该走聚八进四 可以那个吻持这个线手 让他这个阵型难受 他实际上没有这么走 他飞了个象 飞了个象呢 这个旗就缓了 对 但是总是要看住这个兵 对 这个旗呢 黑方呢 这个吻老师啊 也看得出来他呀 这个有点九熟战场 他这个炮点的这个位置也不对 他应该走炮二进六 炮二进六 就是说当你三楼炮要动的时候 他将来呢 多了一个拘二进旗 将来躲 现在不能走 主要你这个三楼炮也不能 这个旗呢 也值得给大家提出 如果你拘二平六 他老有炮九旗的旗 他也不怕 对 他炮二进五 十人走到 这炮二进五就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旗啊 这个出了这个故障 这鞠二进一点 黑风挺难受 对对 有这么一个点 这个鞠啊 正好点在麦上了 你一乱动就打相 对打相 打相吃马 然后吃三足 拉乌龚 这个四路马是太别扭了 对 所以这个旗啊 真是挺麻烦的 但是这黄楼峰呢 恰好没走出来 对 他呢光想 稳步了 他走了一个马 七进六 他跳马 这招旗呢 就是走得有点松懈了 给黑方呢 又一个旗 黑方这个旗呢 应该走鞠九平二 连鞠 应该说黑方呢 形势不弱 但是这个吕老师呢 这个旗又是走得不惊喜 就换了 就这个旗又是 形势很吃紧 红方 局八进九 一吃马 三退二 一退 炮九成三一打 形成这么一个局面 对 这个旗呢 黑方啊 还是有一点难受 对 这个这个马呀 毕竟是卧槽 我自己槽的这个马呢 还是有点痛苦 这个四路马还是挺别扭 不过我觉得这一盘旗 我觉得真的很钦佩这个刘老师的这个韵子 他后来把这两个马 这个腾挪的位置非常的好 那这个棋确实还是洪光占了新手 那么后来这个杨成大帅如何解脱困局 然后呢反戈一击呢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欣赏实战 好 那接下来大家来看这盘棋 现在黑方 我觉得刘老师他走得还是挺好的 他选择了马尔金寺 先看住自己的这个三路跟中路这个兵啊 嗯 洪光占了进行点中 这个也是正常的思路 对 但黑方呢 确实这两个马暂时不好动 他也只好调整这个 走一个炮就这样 就是说洪方呢 这个棋洪方实战是马尔金寺把足吃了 对 就是洪方呢 这个吃足呢 这个导致这个局面呢 不是特别好控制了 嗯 如果想继续控盘啊 这棋应该走马六斤四 一蹬 那黑方也只能马尔金寺回来了 对 他没有地方可去 对 先调整 那洪方这个时候会在捐平寺锁住 这个类 不让你平局桌 轻易的平局桌嘛 对 下部棋呢 反正我盯着这个马尔金二 那将来 这个三龙炮还可以再调整 这个棋呢 就是说总体上来看呢 嗯 还是洪方呢 这个先手一点 当然说黑方呢 尽管看着这个位置啊 嗯 不是那么舒展 但是洪方呢 一时半会儿呢 也难以取得这个巨大的突破 嗯 就是这个棋呢 还是一个战线漫长 不过洪方这个子力位置很高啊 黑方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 比如说黑方这棋 反正不出局 就足矩平八呗 出局 他出局 炮三平四会不会 先解开这个这边 不行 马尔金二 对 马尔金二 马尔金二 你还得居八平一吧 对 因为握着你槽呢 嗯 然后这个棋呢 洪方在炮三平四 因为这个炮总要动 这个马怎么动呢 炮三平四 将来呢 比如说兵五平一啊 马三平四啊 还有马四平三什么的 对 就是这个棋呢 肯定发展下去呢 是红的好下一些 对 但是黑方将来 比如说要补试啊 必要是炮九退一啊 或炮九退三 炮九平八 好 因为你这个打呢 他老有对打 就是这个棋呢 对 正常发展下去呢 是红方略优一点 黑方呢 还要去走的比较结实 黑方这个两个马 对 还有怎么调 还有怎么这个设计一下 对 嗯 但是这个棋 发展下去呢 还是红方呢 好下 但时代当中呢 这个黄州风呢 觉得这个 对方这个足啊 还是多了一个心腹之话 赶快把这兵啊 追回来 我觉得挺能理解的 这又不是把中路 给开通了吗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导致呢 黑方呢 这个阵型一样舒展了 嗯 因为你的马的位置也不好了 他不会给你换 换了你这个马 他肯定落后了 这个马 他马 后马尖二 这两个马一连上呢 他将来这个足三技艺 就有这个 松动的这种可能了 对 黑方 这个还挺安全的 这个这局面 对 红方也没有什么 具体的一些手段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啊 应该考虑这个走 这个右翼这个词 比如炮三平四 平平啊 什么炮四尖二啊 先把这个马跟炮 先给解决一下 对啊 嗯 就说你这个马炮 总是这么呆着也不行 因为我们观看黑方这个阵性难受了 红方这个马炮也有他的弱点 对 就说红方应该去赶快动一下 但是红方呢 在这个阶段呢 看来呢 他不是很 黄龙方不是很擅长这儿的局面 对 因为这个局面呢 他可能感觉形势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棋呢 这个棋呢 黑方以言是 一下就好 反夺一些主动了 对 不过红棋也挺难下的 这棋感觉也没有什么方向感 又不是有 不像那个中炮局啊 有什么一些计划性的招法 对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就是应该把路律四继续控制 然后他呢 这个中马一跳呢 这个位置忙我要再重新捣绞 对 黑方呢 这个旅心呢 就是进入他的特长了 好 他呢 利用这个几个子力呢 这个协调起来呢 还是不错的 他足三级 对 冲兵 对 这还挺巧的 正好一对了 可以炮酒瓶三 给打过来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可能所为难 你忙不及再登一下了 他大不了就聚酒瓶 他盯着你 反正你这个马的位置呢 也双方形成一个互相牵制 对 双方都不好动 那黑方呢 这个子力也连接在一起啊 照表明确 对 红方这个两个马还挺散的 子力位置很散 对 红方这个马炮了 没有投转到 所以红方就着急了 他就想赶快让这个马炮发挥作用 对 实战他走 鞠二平六 对 平过来 对 那黑方呢 组三级 这样也只能换掉 他也飞 然后黑方呢 这招骑走的又不错 对 也是最好的骑 他这个炮呢 被红居这么牵制住啊 对 他总是觉得有一些别扭 所以他这个时候走炮酒精一 他打一下 骚扰一下 红方这行 对 他希望呢 红方你相机队伍以后呢 你这个三楼炮还就动不了了 对 这炮又掉过来 我将来可以聚酒瓶妈 这个这一代呢 有这个捉炮捉马这些手段 对 那这个红方这个 那马炮反而成为一个弱点了 对 这个骑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这个相呢 绝对不能丢 他应该走相 七退九 退回来 就是说 我再怎么别扭 我这两个相是松散一点 但是我呢 不能丢 我下不齐的 在炮三 平六啊 或者平八啊 反正再向左翼移动呢 这个是属于比较正常的 就是说这些红方肯定是不见好 对 但是呢 也没有说马上就特别坏 还是退向先忍耐一手 对 时代当中呢 这个红方呢 就是啊 急于去换子了 对 他是 他 他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就是误会 可能以为黑方得这个动马啊什么的 对 没有想到这个黑方有一些很巧妙的一些 先期后取的一些手段 这个呢 这个还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黄成风呢 这个最近可能有点不太熟 嗯 哦 他那个这个前日子这个比赛这个途中啊 负了点伤 哦 对 等于是带伤呢 这个腿啊 怎么摔了一下 对 这个这个 等于是带病呢 带伤呢 是坚持比赛 对 对 因为浙江队呢 他也二号主力 除了赵新以外呢 就是黄中松最好了 目前来看 对 那全运会期间呢 他也去积极去参赛了 打的这七点组 但是呢 可能也打的不太理想 因为毕竟啊 这个身体呢 对他的这个状态 还是有点影响 对 呃 这炮四进一的话 十四进五 十六十四都可以 对 反正你也跑不了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就是比较头疼了 就是怎么换呢 最后这个棋都不好处理了 合不干净 对 因为你剩下双马的话呢 对人家马炮足 你残一个像 这个棋 也很危险 啊 所以他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一些手段 对 他这个打像呢 等于黑方走得很强硬 对 他正好有这么一个 巧妙的先进后举 对 就是你现在打 他还是举九平四 对 这个正好没有这个空间了 嗯 他现在马上就炮弹平四 这个打举了 他也没办法 对 他没办法 我觉得他实战这么简化 也是比较顽强的一种走法 对 他实战是马五进三 对 先蹬 对 先躲开这个中马 举九平七 然后他这时候换 再打 然后黑方也是要换号 就说这里边啊 有很多种换法 如果你要先鞠鞠鞠鞠的话 嗯 他可能就炮了瓶五江 江 我又补一首试 你要补试呢 你这个棋它马三进四了 你那个子力就呆了 虽然 你要电炮的话 嗯 就是他有可能呢 就是说的 换一样 把这个炮换了 嗯 因为这个吕欣老师 他对这种棋呢 他很敏感 嗯 他就记住了什么这个观念呢 就是这种观念 就根深结果 就绝相怕炮 所以他尽可能留着炮 他对你将来这种残像的 这种残局的有利 嗯 所以他就马三进四 先把炮害掉 反正你这个两个马 肯定丢 其中之一 没办法 又继续简化 对 他这个可能应该 马三推二要顽强一点 哦 那那会不会 如果你如果你马三推二回来 那会不会他也把马躲开 那躲开我再马三进四吧 两个马去踢去呗 就在想形成这个巨马炮兵 对 对 巨双马 但是这个下方呢 你看啊 他最后这个棋啊 他认为很痛苦 他一个残像啊 这个棋要没有这个族 红方有模糊的机会 还是有机会 有这个族啊 他等于变成巨炮族 对巨马单缺像 因为红方这个兵太远 很容易被黑方呢 就是抓走了 是 所以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残局啊 应该说前途呢 一片黑暗 嗯 还不如保留多一个子 还是有一些残斗的机会 他是不让你这个马动 就说是他什么意思啊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这个残局当中 今天还有一点小时间啊 对 都给大家说一下 嗯 他的意思呢 就是牵制你 不让你动 对 如果你上中马对我有威胁 我就点一将 沉一将 下降 我先把你这个象先吃掉 再说 这只能落象 对 我也可以吃 我也可以补着式 反正这个象跑不了 先补一手吧 对 不补也行 就是硬吃的啊 也行 当然稳健的 还是补一手 嗯 花式象 对 你捉我 我泡花瓶酒 这个底象 你这个象跑掉了 嗯 缺相的话 拘炮 对 因为你退体拘 我可以打相 我拘可以回去 然后炮可以再收回去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它平炮的意思呢 就是 我们小时候管的叫逛弄招 逛弄一下 让你这个拘啊 离离位 那洪方不是想运马 他马上去着急啊 鱼 平过来 然后他炮再割中架 对 因为你原来累上 他不能割中架 他有初帅啊 杀士这棋 对 他把你鞠给吊上 把你这个鞠呢 诱过来以后 然后他再白头炮 他就是不让你马斯基五 轻易的跳上来 这个棋 所以说洪方 应该说是很痛苦啊 对 这个不好下 对 洪方你就索性就出将了 那黑方 你先不能吃相 吃相他鞠二兵六 对 有一个偷杀的一个机会 那黑方呢 就是把这个兵打掉 他很实惠 然后洪方是跳马 跳马 黑方也是十六进五 补一个 对 花式将很重要 如果十四进五 还是后手 吃边兵还是一个先手 对 这时候他选择了 马五退七 马五退三可能要好一点 都是退 但是这个棋啊 是这样 就是大家呢 应该了解一个残局啊 就是什么呢 狙马双适 是合不了狙炮上权的 就是你相一丢 你这个棋啊 你即便能把黑方 这个足吃掉 也是要输的 对 这个炮的威力太大 对 如果要是居马双向的话 黑方用不了 但是却是怕炮 因为这个市啊 正好是怕对方这个 居炮的脸库 对 这个反而是有危险 他退这个 他也是希望有一些 腾罗的一些机会吧 他马七进八 黑方走得很老练 对 黑方这几步棋 都下得很好 正所谓支起羊角士 不怕马来将 对 然后这个棋 正好黑方用花石像 这个位置呢 就完全的把他这个棋啊 封死了 他没有这个进攻的机会了 就 虎方也是尽力吧 哎 这个 对 对黑方有这么一些 将 出将 一些威胁 就是黑方这个棋呢 啊 你看他把这个阵型啊 协掉好了 对 羊角士 这个花石像一配合 对 这不退马 有点欺骗性 你要支持他一个马 马来退伍 就把你的炮 对 炮一换就合起机会了 对 所以他狙七平六 对 这个招式一招双用 既保释 又防止马来退伍 对 这个很细腻的一招 虎方也只能不是 他要吃相呢 他有灯式的起 对 那肯定不是不肯 他这样子回来 这个黑方这个控制 还是很强的 黑方等于把位置都站好了 那后边就是 全是黑方的机会了 因为虎方呢 这个居马 再怎么走 走不出棋来了 少一个像 真的是形势真的很差 这种棋 如果虎方要是 及时能织起杨鸟士来讲 还能够坚持的 还有一些完全机会 对 但这个棋呢 就是说他可能 没有耐心了 对 这个棋可能严格来讲 应该织个杨鸟士 赶紧织起来 织杨鸟士再织 然后呢 那黑方也就赶紧平兵进来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将来 巨炮族的联工呢 对 虎方还是不好守 就说他很难守 这个缺相 怕炮这个 其实就是最顽强 虎方只能去支持 嗯 我不管你走什么了 对 反正你平足就平足吧 然后这样呢 我老件的活动的空间 大一点 对 将来要是能够换个 万一要是你走的不好 要能换个子呢 还能坚持的 时间久一点 对 就是说之前杨鸟士呢 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闷工 对 那时段当中的 虎方就失去这个 抵抗的这个耐心了 对 他居武平四什么意思 他想登人家中士 让人对方抛弃兵武 这样子没有机会 这棋士 这个棋呢 他又居四退一 他又平居站中了 那没有用 人家阻抖黑方不理他 对 他平兵这些都没有用 对 他走 他平兵 他这些拱兵也没有用 人家就是把兵平进来 对 你不管吃 对 这样子你再退也没用 他进降 这个棋呢 虎方就 他又走了一步什么 他这将军也没有用 他出来正好有一个杀棋 他又回来 他又回来 对 这样黑方也不理虎方 黑方就足了几 对 他这个充分 就这个棋虎方就欠行了 他没得走了 这也真是看 他吃这个象 这个棋你 宝马他足六平五 下部点着陆居 对 点下来 你如果你居四平二 他将来可以飞边象 对 就是 或者说他拱了一象 你再回来 他再飞边象 相就近期 把你卡死 这个马 鞠马都要丢了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黑方正好给虎方定格了 对 这个残局也非常的精巧 虎方看到这儿呢 大势已去 就主动任负了 他最主要关键的时候 将来他有飞个边象的这个手段 是啊 吕欣老师的这个棋怎么样 残局还是非常深厚的吧 对啊 好 朋友们 今天的讲解就为您安排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 好 感谢您的收看